國務府也表示對他到大陸區基礎的規劃都是尊重 當然如果有需要在安全的位置上面也只是以相關方面來做這樣的協助 不過我們大概也看到馬前總統到大陸區確實也因為會動見長官 所以國務府也期盼他能夠這次去能夠展現對台灣對民主自由價值的堅持 當然國務府也期盼兩邊的交流 不過在對賭的尊嚴之下來進行這樣的交流 那不但是馬總統被對岸統戰嗎 或是說變成統戰的樣板或是其實怎麼樣 我想大陸對台灣的統戰絕對是無所謂用器起來 所以這也是我們需要提醒馬前總統他到底還是我們的前總統 所以他到大陸去各項的作為絕對會被大家來做檢視 所以我們也期盼也建議他可能要注意相關的作為跟聯繫的 能夠符合國家的利益跟我們國民的情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